关于上课,我想因为我有把它放在那个Poto上面,那蛮多同学的话也都还蛮蛮不错,就自己会上去找,然后我都把每一次上课的 那前面本来我习惯是两次放上传一次,因为其实影片还不多啦,可是后来发现每次上课,上完课马上就有同学说老师你什么时候要上传,什么时候还没,我还没到家,我才刚下课而已,就有同学说老师我又要看那个影片,OK 做影片部分的话,其实我上课录影这件事情,我已经持续的做超过了应该十五六年以上了,也就是上课就录影,上课就录影 所以现在上课不录影,我感觉很奇怪,所以我会把每个部分的细节,通通都把它录下来,反正你回去自己再看过嘛 那好处就是说,上课的话呢,你们就不一定,就是如果不会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先听,回去的话只要有部分不懂 比如说像VBA部分,不太清楚的话,那回去再看一下,然后呢,反复都看个几遍吧 那其实哦,呃,程式就工具啦,如果你会的就会的,不会就不会嘛,就这样,会跟不会而已,没有那个灰色地带的 对不对,不像那个什么文学性东西哦,对不对,每天就是爱跟不爱嘛,对哦,每天都在那边到底他,对哦,OK 那情,不像情感这种东西是比较灰色的,而且呢,这种东西是做,持做的比较重要啦,OK 但是如果文学性的话,你没办法说,我今天为了要写个小说,然后我就要抬个感情 是不是,我一定要去轰轰烈的爱一场之后再来写小说,不可能吧 很多人其实都是想象出来的嘛,虚构出来的 所以其实两者之间是完完全,八甘子打不着的 不过我是觉得,人应该还是要均衡一点,不要说太虚幻 也不要说太怎么样,太务实 务实过了头,有时候就变成说,什么事情都只是 看的点,都没有那种 所以两者之间应该取个平衡点 OK,两者之间也没有互相冲突哦 不是说你今天呢,念了文学,你那个 这个这个,其他技术性的东西都可以不要汇 没有这回事啦,人活在世上应该什么都要汇 应该是多方涉猎才对啊 OK,所以说呢,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件事情也许记录下来 各位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好像有同学忙狗腿说,老师我是你的订阅者 我是你三万多个订阅者之一哦 OK,我从此以后会看你的影片的 因为我觉得这实在太棒了 OK,感觉应该一定要给他加个分吧 没有加分好像 当然我是希望你们诚实的说啦 不要只是因为分数的关系 OK,还有呢,同常是说呢 回去跟爸妈分享,就跟爸妈一起学习 然后呢,爸妈也学习了,也学会了,感觉其实还蛮好玩的 世代之间好像有共同的话题 就是sharing sale OK,这也是还蛮不错的啦 我觉得很多方向可以去了解 OK,那所以呢,这部分的话 每一次上课我一样会把影片连结放在这边 那你们回去再自己稍微看过 所以呢,前面的部分呢,都有讲到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帮我再开启那个第四个单元好了 因为后面逻辑这个比较简 比较前面也有讲过类似的 那请各位呢,帮我开启什么 开启这个黑名单筛选这一题 OK,那黑名单筛选部分的话呢 假如我们一个需求啦 其实这个也是那个 在职场上工作的一个 推广部的学生问的问题 他说老师,我每天有个工作 我希望,这是老板给我的黑名单 也就是说呢,他们公司 每天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黑名单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奥客嘛 对吧,那奥客 你奥客现在几乎直接跟他讲说 你不要来,我不做你生意 你这个生意太难做了 到时候你会挑来挑去 挑三组四的 对不对 最后还给我写媒体干嘛的 那我倒不如我第一时间 我就把你挡下来了 OK,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些总共有多少黑名单呢 两万多个 两万两千两百二十三个 那前面老板跟他讲说 最近我们有这个注册的会员 一千个人 那请你告诉我 这一千个人 里面有多少个是黑名单里面出现过的 诶,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就这样而已啦 那如果说以前的话 你要用那个什么 Essale 你们可以试试看 什么方法最快 但最好写个按钮啊 按下去自动就帮你跳出查询结果了 对哦 是最好的 但问题的话呢 有没有办法这样做 当然绝对可以啊 怎么做呢 第一个 你一定要知道Essale里面的函数 哪一些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写成VBA嘛 有没有 VBA不是按钮吗 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资料带过来就好了 那会不会很难写 其实不会 城市大概五行就OK了 五行城市的话 每次看到这个 当然我发现很多同学说哇 虽然非常的艰辛啦 反复反复反复 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只是错一个地方 就反复找半天 终于找到了 然后他说过程是艰辛的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 感觉是非常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他说 从来没有过有这么大的成就感 因为我居然可以把层次写出来了 他说居然 OK 意思是说 他也没办法想象 他本来是念的中文系 就反而来这边学 好像自己感觉念的是像志工系一样 OK 不过各位不要小看这东西 如果你会这东西 志工系不见得学Essale 为什么 因为志工系 学的可能比较偏硬体的东西 很深的东西 反而这种他会认为 说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够简单吗 他也不见得会 OK 如果你不透过学习的话 不见得会写这东西 OK 那这个有点像山谷管地带 他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然后呢 一般商学院又觉得说 这个是资讯相关科系的 所以这个很多 连他们的课程里面也不见得会 OK 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给各位几个提示 第一个 其实你可以利用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呢 统计类里面有个函数 叫做conve 这个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非常好用 以后如果说你要比对 两个范围之内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conve 那conve的话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个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会跟我要两个参数 两个什么参数呢 第一个就是那个范围 arrange range就是范围 范围指的是黑名单 所以你刚才说黑名单在这里哦 第二个叫做criteria 这是什么样的条件 意思说在那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个email 所以哦 这个range的话指黑名单 criteria呢指这个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email给它 那如果是零的话 表示它不是黑名单 如果是一的话呢 表示它是黑名单里面出现 因为它不就OK了吗 那你做完之后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结果向下填满 最后的话找出是一的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哦 这一题哦其实只要用两个东西 一个叫conif 一个就是找出 dee的部分 那个叫筛选 两个东西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后面哦 我们如果要重复做 比如每天老板都会给你个清单 要你查查看 是不是黑名单 对不对哦 像现在很多嘛 像现在服务业里面都常常想要找说 到底这个人是不是OK 对哦 可以先怎么样 他的电话 他的email 他的什么 他的名字 第一时间如果要找一下 这个人存不存在 那怎么办 你总不能每次都还要再花很多力气 你可以马上找出来 做一个报表 那请各位呢先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黑名单三院打开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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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